第1杯酒霸王毒瘾明星诗篇的最后一位主讲人翁天莱硕士 掌声欢迎 王少说 我是想特别这杯发酒 主持人 各位主讲者 各位嘉宾 大家晚见好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光华日报和韩业主办政治座谈会 邀请我出席 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在谈这个环节 政治海啸后 戊统有没有改变的时候 首先让我们看看海啸的形成 308的时候 去年的308海啸的形成 除了戊统霸权主义 盛庆平人之外 当然也包括 这个巴拉的形象大弱 因为我们记得在2004年也就是前一次的大选的时候 巴拉已经塑造成一个很清新改革的形象 而当时人民也给他很大的委托 而过去的几年来 巴拉的形象有损 已经造成一种形象方面呢 是包容这个贪物群带风的关系和整个改革的步伐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和看不到进展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在2007年年尾的时候 新权贵的兴起 也是一个制造成这个海啸的局面 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我们也都知道新媒体也就是blog internet 这些的兴起呢 也同样的造成这个海啸的冲击 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区域方面呢 在 比如 韩国 这个台湾 泰国 澳洲 美国等等 也都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而这整个时代就成为一个改变的 其实呢 对马华跟明镇的代表呢 就显得这个题目有一点不理 所谓五年一小变 十年一大变 观众呢 冷住大小变 这个听来好像有一点不疑 其实是这样 现在多少年了呢 一年罢了 要大变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讲句客道话啦 讲句这个 真言啦 所以呢 一年里面要 难道要毛泽东所讲的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吗 所以呢 我想接下来的 完结 就不要太错错逼了 现在开始 有谁要发言先的 同样的呢 同样的呢 我们这个环节也是五分钟 各位主讲人 全部五分钟 对全部五分钟 把握时间 我想的最简单的就是 我想的最简单的就是 其实我们站在这里 五个人里面呢 跟五统最接近的 同床 知道有没有阴谋 不知道了 但是怎么这么接近的人 刚才我们听王庭来讲 刚才我们听清亮谈的 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不同会不会变 不同会不会变得好 这样当然了 我们反对党 看扁他就是不会变 因为一年来呢 因为一年来呢 虽然 虽然 我们 知道讲的 一夜之秋嘛 如果第一颗月已经黄了 你不可能 会希望呢 那个月会继续丢 好像刚才 那都 先跟我讲 哎 天还没有变 菜天家里的头发已经变白了 我想呢 我如果 已经开始生白发的话呢 明年你会看到更多白发 不可能明年我一头黑发 除非 我染发去假装 对吧 所以我想呢 一夜之秋 五统不可能再变 刚才我们的尊敬的蔡天强先生有说到 虽然308过后 人民对武统的一党 308之前人民对武统的一党都觉得不满 但是呢 我们看到明年所在宣传方面 一直在罵着武统 可是308过后呢 武统仍然 仍然在很多的国族议席都赢 这个是我们的天强先生自己也说的 而输的呢 确实呢 马华跟明镇的意思 你说马华跟明镇的那些 呃 议员们没有做工吗 没有群劳的去服务吗 都有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呢 呃 明年所打造出来的是 武统的贪污腐败 可是为什么不是武统输呢 而输的确实我们呢 你今天呢还要回去看 明年如果 尤其是 你如果说武统呢 这样的霸道 你要教训的是武统 为什么你们不敢去武统的义气去竞选 你看这个反对党 你看我们的首席部长就好 他选的地方都是华人的地方 他的一国一州都是马华的选区 黄前安选的地方呢 也是明镇党的华人选区 当时还不是以华之王 你也不是以华之王 到底谁是基层党呢 而且我也要告诉你 你如果说武统啊千年老妖 我问你啦 安华也是从武统出来 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也是一样的啦 我告诉你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啦 你如果说他都 安华呢 也是属于武统那个版本 你再看 你们讲CAT政府 你如果讲透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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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正党的这个 市议员啊 公正党的市议员 公正党的市议员 他透露说呢 有 两名领袖 公正党的领袖 州的领袖 在一个query呢 query的问题 沙士矿场的问题 用贪污烂血 他记录的那个 给他的党类的人士知道 结果呢 他被呢 辞掉了 他被辞掉这个市议员 所以我问你 你的CAT政府 你的透明在哪里 所以我说啦 也是讲话的 输了 你就要国企同情 好 好 好 我们电路的时间 只剩下一分钟 其实呢 老婆在流行无天天她说 一个男人 是为了一个女人的沉迷不能自发 我是说 一个老婆 一直为了一个 这个武统啊 沉迷不能自发的话 这个人就根本不自得重视 所以 你也丢了些 同情 还有时间吗 还剩下30秒 还剩下30秒 对 我看这30秒给我 有吗 OK 我看还有大把时间的 OK 我想 书迪伯 不懂有没有讲到这句话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 只有武统知道 其实呢 今天本来我们有 希望可以请到 一位武统的代表 可以讲华语的 阿丽莎 她到今天都还没有给我们答复 因为她不敢来 我看 很配领我们就转到另外一个晚节 对 当然 我们其实今晚的时间 非常的紧迫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 我看到这个 正式讲座是越来越精彩的 让我们进入第二杯 也就是第二个环节 闯王进城打开香槟 来掌声鼓励 OK Now to 这位小姐很可爱 永远都看不到她的庐山真面目 闯王大家知道是谁吗 李志诚 李志诚呢 以青莲自称 但是进了城之后呢 40天就完蛋了 有什么坏事都做进 308 林冠英 入城已经一年了 但好不好呢 我就不知道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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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报界呢 就 有她 一个封号 叫做 B.C.天王 我呢 一天呢 要派两个记者去护士她 她真的是 口水多过茶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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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